本集由愛惜工房特約贊助播出 Hi, 我是陳老師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這條片 謝謝你 今天我看了一本書叫做好運 作者是余永靜 之前看過他另一本書 人生算法 就覺得他寫得很好 而好運這本書是一本新書 我未看完的 只是看了其中一個章節 我就覺得必不及待跟大家分享內容 我簡單介紹余永靜 他是未來春藤教育科技公司的創始人 是一個有80多萬粉絲的社交媒體 孤獨大腦的主理人 他最喜歡用一些很嚴謹和科學的態度 去解釋我們身邊的所有事物 這個人其實挺厲害的 二十多歲在讀大學時開始創業 然後就投身去了地產業界 三十三歲的時候就和一間以色列的上市集團 成立了一間地產公司 三十五歲的時候就把公司的部分業務 賣給紐交所的上市公司 實現了提早退休 一三年就開始搞孤獨大腦的項目 一七年就創立未來春藤 二零年的時候就寫了一本暢笑書叫做人生算法 二三年的時候就開了一堂online course 叫做貝業施定理在不確定的世界提高成功概率 二零二四年就推出小虎AI 還有寫了好運這本書 好運這本書是用科學的態度去解釋 甚麼是運氣 重新是喘息甚麼是時間 甚麼是因果 甚麼是空間 甚麼是偶然 甚麼是命運 甚麼是幸福 甚麼是人生 甚麼是希望 而他上一本書人生算法就大致上都是類似的方式 他用概率的思維去教你怎樣去為人生做好決策 一個三十五歲就已經退休的人 而且他不是跟你說迷信 他用一些很嚴謹的科學態度和你探討 一些我們平時會在神秘學才會了解到的概念 我覺得這些題目碰撞在一起 本身就是一件很棒的事 而好運這本書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是紅當當的 就像你平時買 零零那些豬年運程 九年運程一樣都是紅色的 但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它是一本科學的著作 這件事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作者的核心觀點認為好運的人生 是可以用概率機制來設計出來的 他亦發明了一個新的詞 就是叫做概率權 因為這本書我未看完 我今集會找到其中的一個章節 就是在人生中 我們究竟有甚麼束縛著我們 在章中作者開宗名義 就是說人生生而被薄 余永正說 在本質上來說 人類的束縛都是來自萬有引力 以及不可逆的時間 說得直白一點 其實就是身體上的束縛 以及頭腦的束縛 如果在細分之下 就能夠分成24種枷鎖 我們就一個一個枷鎖來看 針對每一個枷鎖 作者都提出了一個對策 所以這本書其實都是一本很實用的書 我們首先看看第一個枷鎖 就是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宇宙的基本秩序之一 我們如何去區分青少年和中老年人呢? 就是看看他們如何對待不確定性 對於青少年來說 不確定性是充滿著無限可能的未知世界 而對於中老年人來說 不確定性就是陷阱和讀寫 如果可以的話 我寧願用盡我所有的家材 我都要令到這些不確定性確定下來 令到自己安心 這些不確定性甚至乎會成為 孫悟空的緊箍咒 它會令到我們惶惶不可忠人 為何成年人不喜歡不確定性呢? 主要是因為 在成年人的眼中 不確定性是等於風險的 而風險它只會存在於未來 人對未來的態度 多數都是會經歷從期待 而到恐懼的過程 而當這些期待變成恐懼之後 枷鎖就會產生 作者說 概率和結果之間 其實是存在巨大的差異 一般來說 可能的事情 可能是不會發生的 但不可能的事情就會發生 就算你做足最壞的情況的打算 但有時候的結果可能會令到你發現 你所預測的所謂最壞的情況 他引用了Elon Musk曾經說過的一個例子 Elon Musk說他爸爸有一天去賭錢 去賭馬 他覺得那場比賽不能輸 因為其他的馬匹都已經退賽 只剩下一隻馬跑 於是他就按住房子 然後躺身去賭馬贏 你想想一隻馬比賽有何可能會輸 他會贏硬 但最後跑一下跑一下那隻馬 竟然沒有跑到終點 他跑走了 接著即是你輸了 原來是這樣都可以 所以如果你想著 將每一件事都確定下來才行動 基本上你是甚麼都不用做 不確定性就會成為我們前進的家鎖 我們看看第二個家鎖 就是麥菲定律加雙 麥菲定律很多人都聽過 雙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 但如果大家有看過一齣電影 叫做Tenet 即是天能 也有譯名叫做信條 這齣電影其實是很銷魯的 整個故事有一個切切條件 就是相增法則 所謂的相增法則就是 隨著時間的流勢 自然間會有一個運作趨勢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會由由聚 轉向無聚發展 舉個生活的例子 就像你把書桌 你撿到它很整齊 所有的東西都是向著同一個方向 連支北都是向著北邊 隨著時間的推移會發生甚麼事 就是你把桌子必定會亂 一定會有人搞亂它 或者是不知甚麼原因會搞亂它 一定不可能永遠維持著 它這麼整齊的 同樣道理 你將它引用在所有的地方都是一樣的 一個硬好的秩序 它始終都是會亂的 由有聚變到混亂的過程 其實就是相增 相永遠都會隨著時間的增加而增加 它從來永遠都不會減少 而且是不可逆轉的 它是自然界演化和變化的最終規律 相增定律是涵蓋生命事件 物質方面的所有的演化變遷 作者說加所以是墨非定律加相 我們了解完相之後 我們就解釋一下墨非定律 墨非定律大致上的意思就是 如果一件事可能會變壞 那它一定會變壞 即是說如果你穿一條西褲出街 你那條褲是有個褲浪在那裡 也是有一些線來連接著的 即是說它有可能會爆胎 即是說你這條褲其實是必定會爆胎的 相差的是什麼時候 你穿一條褲出街 你就預料它一定會爆胎 第二點就是 如果一件事可能會變壞 那它通常會在最不適當的時機上變壞 也就是說你可能會在你最重要的場合爆胎 要是interview的時候 是一大堆的同事 或是一大堆的女生 看你打球的時候爆 見客的時候爆 坐車的時候爆 演講的時候爆 whatever 三 如果有人能夠搞禍一件事 那它們一定會將這件事搞禍 巴菲特曾經有一句說話 他就說他最喜歡那些就是 傻子都能夠經營好的公司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間公司 持續都會落在傻子的手裡 四 如果有幾件事可能會變差 那你最不希望它變差的那件事 它就會發生 五 如果你覺得可能有四種方式 會令到一件事變壞 那它就會以第五種方式出現在你眼前 而雙是一個對不確定性的測量值 一個系統的複雜程度越高 那就意味著它會越來越混亂 也就是它的不確定性會越來越大 我們現在正身處於信息時代 所以不確定性一定會越來越高 而那些壞的事、壞的事 無論你想到還是想不到 它都必然會發生 所以人類會越來越焦慮 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恐懼感也會越來越強 所以被束縛的感受也會越來越重 我們再來看看第三個枷鎖 就是感情上的枷鎖 拍過拖、養過寵物的人 都一定心有體會 當你和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尤其是情到農時的時候 你甚至乎會覺得 沒有了這個人 我以後如何生活下去 我不行的 我會死的 但分手之後 你發現其實你並沒有死 一切仍然按照先前的方式進行 雖然會有一段痛苦的時間 但當你徹底放下這個人的時候 他就變得可有可無 你甚至乎幾年都不會再想起他一次 然後這個過程會周而復始 換了另一個對象 另一個人重新來過 如果我們經常都放不下眼前的事物 或者一些已經失去的東西 那他就會成為我們的枷鎖 第四個枷鎖就是欲望和貪婪 龐帝古斯曾經定義出八種損害個人靈性的惡行 分別就是貪食、色慾、貪婪、悲嘆、暴怒、懶惰、自負和傲慢 後來慢慢演變成為宗教中的七宗罪 即是傲慢、妒忌、憤怒、懶惰、貪婪、暴食和色慾 作者說欲望是一種可食用的枷鎖 當我們通過滿足某個欲望 而短暫地擺脫欲望的枷鎖的時候 枷鎖很快就會加倍地捲土重來 這個過程就好像我們一個人在海中間 通過喝海水來解渴 只會越喝越渴 第五個枷鎖是條件反射 也就是所謂反射性的思維 如果我們用反射性思維去處理日常的事務 那可能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我們用反射性思維去做決策 那就是愚蠢了 所謂的理性就是指反條件反射 也就是反直覺思維 也都被稱為逆向思維 第六個枷鎖是上癮 所謂的癮是這一種重複性的強迫行為 就算明知道這些行為可能會造成不良的後果 也會繼續重複 癮也會有溫和一點的癮 以及比較嚴重的成癮 溫和一點的癮就是指偶爾吃一支煙仔 喝杯酒、喝杯咖啡、喝奶茶、吃薯片等 有空留下手機、看片、播劇等 這些都算是比較溫和的人 而比較嚴重的成癮就是物質的依賴 例如濫用藥物、酒癮、煙癮、毒癮、賭癮、報食成癮、網癮、官癮、性癮、財癮、工作癮、跟蹤癮、整形癮、購物狂 這些就比較嚴重了 適度的成癮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很多有成就的人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某一件事終身成癮 例如說我很喜歡賺錢 那你就可能會成為一個有錢人 你對游泳成癮可能很快就可以參加奧運 古人張代曾經有一句說話 說人無癖不可語交 即是說如果一個人 他一點癖好、一點嗜好都沒有 你就千萬不要跟這些人交往 一個人如果有他自己的嗜好 你才可以見到一個人的真性情 有嗜好的人也會更加快樂 當一個人能夠沉浸在自己的嗜好裡面 全身心地投入 你會發現一個人散發著自身的光芒 而那種光芒也會感染到其他人 如果一個人他連一些癖好都沒有 那就只有兩種原因 一就是他對什麼都不敢興趣 眼前空無一物 才疏學淺、心浮氣躁 他對物件都沒有真情 那又更何況是對人呢 第二種人 當一個人一點癖好都沒有 他就可以用所有的癖好去操縱其他人 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 其實都是危險的人物 我們再來看看第七個枷鎖 就是習慣 我們的大佬是以數以億計的神經元來組成的 神經元越粗壯 我們做起那件事上來 就越得心應手 但如果我們這些那麼粗壯的神經元 不斷重複去加厚、加固的 並不是一件好的事 有意義的事 而是一件蠢事 那就大領落了 我們可能會越來越蠢 作者說了一句很明顯的說話 一個人如果蠢事做多了 會蠢到令自己感動 這一類這樣的枷鎖 也就是所謂的壞習慣 其實是無處不在的 也都是難以爭脫 它甚至乎可以殺人於無形 在你未解除這些習慣之前 你會一直扑街 直到你解除之後 你才可以站起來 第八個枷鎖 就是擁有的錯覺 我們經常都會藉由佔有的一件物件 而欺騙自己擁有的一件事 例如說 我買幾本書 我就看了很多書 我就會學會裡面的東西 我辦了一個健身會籍 我就見了一身 我換了一部電話 我就智能 我換了一部車 我就有錢 我買了一大堆化妝品 就漂亮 是不是 不是 其實 就算你不買書 你都可以用其他方式去看書 你學到東西 不是基於買書這個行為 而是看書這個行為 或者是學習這個行為 你甚至可能輸這個媒介都不需要 你可能看影片都可以學懂東西 同樣道理 你做吧 你做運動就可以見到身 不是健身會籍見到身 你照顧自己 就會漂亮 不完全是因為化妝品 是不是 第九個枷鎖就是 追求價值 稀缺和財富 小朋友是不會有一種價值感的 有一天 我和女兒在露台玩 她就把她的玩具排排站 全部放在那裡 有些玩具是很貴的 例如說 我自己珍藏的那些蒙面超人的變身器 她那些Power Rangers的變身器 亦都有一些浪交公仔 其實相對來說 價值就低很多 還有那些爛鬼膠杯 膠波 Kalakala 很多不同的東西 她就跟我玩 要付錢給她 給我們家很多 牙齒鮮子 金幣 她跟我玩買賣 做Shopkeeper的遊戲 Hello Shopkeeper I want to buy something 然後 她就去幫她的商品 定價 豈有此理 我的變身器 她說一元就可以了 一個金幣就可以了 然後她那些爛鬼膠公仔 就五個金幣 我問我 怎麼搞錯 你為什麼會把這東西的定價這麼高 你不要說其他東西 說它的尺寸 說它的精密程度 都不應該這樣 我發現 其實小朋友 她真的沒有價值的觀念 她覺得 我自己喜歡這東西 我覺得這東西 好 她的價值就高了 甚至乎 可能她連這東西都沒有 我亂來 我根本就不會有價值 這個概念 一個金幣 五個金幣 對她來說是一樣的 小朋友 她只會選自己喜歡的東西 覺得那東西有價值 她不會去計算 投入和產出比 所以小朋友 會比我們更快樂 就是這樣的原因 我拿一個金幣 換回來的變身器 對她來說 是開心的 是快樂的 但我 就會衡量 她不止一個金幣的價值 所以不快就會產生 第十個加鎖 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即是說 我們會連敏私藥者 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什麼 我大致上說一下 我想大家應該大概知道是什麼 就是1973年的時候 斯德哥爾摩發生了一宗 銀行的蟹劫案 就是脅持了很多人質 劫肥就是正常地給他們飯吃 或是他們冷的時候 就給他們一些毛煎 相處了幾天時間 那些人質慢慢就開始 對這些劫肥產生憐憫和同情 就算是過了幾個月之後 他們甚至不惜做假口供 都要去保住那些搶劫犯 這些例子層出不窮 被強姦的人愛上強姦她的人 戰夫和囚犯成為了 囚禁他們的人的好朋友 一般來說 女性會更容易出現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又或者在情感上 很容易依賴其他人 而且容易被感動的人 在遇到被施虐的情況下 都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這些情感上的依賴 絕對是一些不適合的枷鎖 第十一個枷鎖 就是討厭改變 渴望穩定性 少是很多女性朋友 選擇一個 不是太帥仔的老公做老公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是為了什麼 可能是為了穩定性 因為太帥仔的老公 本身額頭作著不確定三個字 而那些丹屎不偷食的男人 你一眼就看到他的人生的盡頭 我們這麼喜歡買樓買物業 其實也是基於穩定性 在浪費的時候 在想怎樣才能買到層樓 死了之後 還在想怎樣才能買到墓地和坑位 其實背後的邏輯都是一樣 就是穩定性 這些物質上的穩定性 都相對地容易改變的 最難改變的是觀念 我們抱持一種觀念的時間越長 就越難被改變 而改變其實某程度上 也是一種相對的狀態 如果全世界都變了 都轉了態 所有人都被一種理所當然的趨勢 要脅的時候 你的不改變就會變成改變 如果我們被穩定性束縛著 他亦會成為我們前進的家鎖 第十二個家鎖就是損失厭戶 我在你的荷包裡搶走100元 你就要在街上收拾400元 你才能彌補內心不高興的狀態 另一種心理習慣 當我們放在投資的時候 就很糟糕了 為什麼呢? 我們願意為了賺一些確定性的 很小的錢 而放棄一些含有不確定性的大錢 而當我們虧錢的時候 我們又會反過來 更願意去為一些不確定性而冒險 例如說 看到股市已經在插水 不會的! 明天一定會上來的! 希望再榮天吧! 補倉吧! 賣媽媽的房子補倉吧! 這些思維方式很可怕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面對現實 損失的東西已經損失了 你應該及時斬攬才是 及時止損才是最明知的做法 第十三種家鎖 就是帶來舒服和高潮的家鎖 例如Apple 通過很流暢的硬件和軟件 而成為一種家鎖 婚姻制度也通過所有的證書 儀式、求婚、轉介、證婚人、酒席、伴郎、伴娘 以提升轉移成本的方式 你去為人構成一種家鎖 嘩!我都搞了這麼多東西 投資了這麼多東西下去了 我沒理由不對這個人好些 我沒理由不跟這個人搶相私手 第十四種家鎖就是 不屬於你也無需擁有的東西 就類似於我們平時說 佛學裏面的求不得 為了一些不屬於你也無法擁有的東西 而高興、悲哀 甚至乎覺得很不值得很擔心 是一種很蠢的行為 如果我03年的時候上車 我現在就不用這麼閉毅了 如果我當時在他一元的時候 大量掃貨 我現在已經發財了 這個其實是人類大腦的一個缺陷 人的大腦先天缺乏理解小概率事件的能力 它是一個進化過程的bug 我們經常會擔心一些小概率的事件 例如被雷劈、大地震、要走爛 因為我們的祖先就是這樣生存下來 所以我們通常對小概率事件的重要性 估計不足 根本就不是你丟不丟心的問題 根本就不是你在不適當的時機 買到那隻股票或者是買到樓的問題 而是你在那個時刻 根本就不會做這件事 你想想在那個時候 你都不是經常買股票的 又或者在那個時候 你根本上就不夠首期 那所有的東西其實是與你無關的 你想是浪費時間的 丟心更加浪費時間 關你鬼事嗎? 就算在當時被你儲舊首期 你也是會拿來做其他事的 就算在當時你已經對股市很有研究 你都有可能會買了第二隻股 所以買不買到那隻股 以及在不在那適合的時機入手 它本來就是一件小概率的事件 因為這個市場是具備效率性的 甚麼意思? 即是說如果有一百元美金 在街上 根本就不會輪到你撿 它一早就會在你發現之前被人撿走了 想這些東西就是容人自擾 第十五條枷鎖就是自欺欺人 回望一下人類的歷史 不斷從道覆轍 你就知道人類有多麼盲目和自欺欺人 每一個人都應該認真地去研究一下 每一個行業或者每一個地方的歷史 你一定可以在這些歷史中 找到很多必然的規律 自欺欺人是最簡單的事情 因為我們只會相信 我們希望相信的東西 甚至乎會不惜忽略所有的邏輯 歷史和社會的規範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它就會成為你的枷鎖 第十六個枷鎖先入為主 人是會有很強烈的先入為主的衝動和傾向 當你手上所掌握的數據 越精確 我們就越可能會陷入過度自信 當你沉醉在遺棋的棋局中 你就會當局者迷 同樣道理 一旦你陶醉於某一個私入為主的假設 你就會陷入這個局中 永遠都走不出來 第十七個枷鎖 就是從眾、恐懼和社會認同的傾向 從眾亦都被稱為根尾狗效應 當一件商品購買的人數增加的時候 其他人對他的偏愛也會增加 從眾心理是源自於動物恐懼和求生的本能 但如果放在我們現在的高度複雜的社會中 這種本能對我們來說就會有害 法國的社會心理學家勒龐所寫的《烏合之眾》 就完美地解釋到這一點 而對於父母教育子女 作者亦有一個提醒 與其你要訓斥你的子女 教她做人的道理 不如細心去安排一下她和什麼人做朋友 因為從眾是人的本能 朋友喜歡做什麼 可能你的子女也會跟著他們做什麼 年輕人最尊重的是他們的同靈人 而不是他們的父母 第十九個枷鎖是外部評分卡 被他人的評價左右自己的決策和行為 是我們淪為一個平庸的人最常見的方式 一個人他的道理和說話應不應該聽 並不是基於對方的年齡或地位 而是基於他在這個領域裡有沒有專業的素養 我曾經寫過一句很離經半導的說話 就是我們的祖先可能只不過是一個 比我們更早出生的仆街 不是每一個祖先所說的話 我們都應該聽的 同一個道理 就算是跟我們沒有血緣關係的祖先 或者是跟我們沒有血緣關係的同輩 後輩 只要他們所說的話是有道理的 我們都應該去聽 都應該去改變 例如如果你的父母不是一個富有的人 他們所給你的所有的財務上面的建議 你大致上都應該忽略出去 你應該去找一本書去學習這些知識 同一個道理 如果你想擁有一個偵探頭腦 你可以去看福爾摩斯的書 但你千萬不要去相信他的宗教觀 因為他是一個很迷信的人 甚至乎娶了一個神婆做自己的老婆 你想學哲學 那就去看哲學家說些甚麼 看哲學教授說些甚麼 想學法律 就是去看法學教授 去看法學家怎樣說 術業是有專攻的 一個人在某個領域裡面成功 不代表他在其他領域都成功 所以我們在選擇人生導師的時候 或者是接受外部 外界對我們的評價評分的時候 你要首先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這個人他有沒有資格去評價你 如果他對這個領域的知識比你還要少 那麼他憑甚麼評價你 說你做得對還是不對 如果你聽從他們的勸告或者建議 本身就是一個很愚蠢的行為 第十九個枷鎖 無力感 人類面對世界面對大自然 有無力感是很正常的 因為從來大家都是輸多贏少 你想鬥贏的天本身就是一種奢望 輸是我們的常態 而如果你真的想應對這種無力感 那麼除了要有 旅敗旅戰的鬥士精神 還要有商業上的考能 例如說做這件事 他的勝率有多高呢 我們有時無需要將勝率調到這麼高 就好像在賭桌上 贏家的勝率只比50多一點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當期望值是正就OK了 如果我們將我們的勝率調到99、100 那你便會無時無刻都產生無力感 又或者會望而生為 但如果調低我們的期望值 只要他的期望值是正數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其實很多的領域都能夠勇於去嘗試 第二受的加索是成功學 在成功學的領域良有不齊 我們怎樣去辨別哪些成功學是沒用的呢 就是要看一下跟著他這樣做的人 有多少人是低效和無效的 也就是要看一下有多少人是不成功的 如果來來去去只有他一個人成功 那就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他聰明 大家都是愚蠢的 很多人很喜歡花很多錢 去聽一些很厲害的人 去講talk 或者是分享他的經驗 我不能否定說所有的talk 都是浪費錢 又或者是所有的那些課程 尤其是那些線上課程 都是沒用的 我不是一觸高想打死整船人 而是你要搞清楚他的商業邏輯是什麼 例如說 這個人說他自己很厲害 然後想著教識你一個方法 可以令到你都賺大錢 又說有自己太多客人 你第一件事要去判斷的就是 究竟他所賺的錢的來源在哪裡 他是因為什麼而賺到錢 如果他是因為真的有太多客人而賺到錢 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他是因為你成為了他的顧客 才賺到錢 那這件事就是有問題的了 他的成功是基於你相信他成功 他賺到的錢是基於你給錢跟他學習 而不是他本身的實業 那你一定要記住這些課程是為你而設的 也就是說你的錢才是他成功的原因 知識付費我是不反對的 我覺得是有價值的 好像啟典文化一樣 他都會開很多的課程 他都會教你很多的東西 我覺得這些課程是不會有問題的 因為他整間公司除了去做這些課程之外 他還有其他的業務 他都有經營自己的頻道 也有出版自己的東西 他是持續為社會輸出價值的 這一類的商業模式是沒有問題的 他是以一種作為進階的方式去深造的課程 我覺得這些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就算你不給錢去學 你其實聽他的podcast的節目 你已經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但相反地有一些課程就不是這樣 他是沒有其他的業務支持 他所講的自己的成功 極有可能有兩種情況 他的這一種成功可能是吹水的 可能是自己塑造出來的 有多難呢 我去租一個很grand的場地 租一個很漂亮的寫字樓 然後公開跟你說 我已經很成功了 你想不想像我那樣成功呢 有多難呢 我唯一需要的就是 煽情的演講技巧 以及淚流滿面的演技 一些商業化痕跡很強的課程 我從來都覺得是不值得報名的 如果一個課程的營銷味太過濃厚 這些都是危險的訊號 在我的頻道中 我經常都講成功學 但是看待成功學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帶著理性的心去看 不可以盲目 要不然我們就會變成傻仔 第21個枷鎖就是比較 人大多數的體驗都是基於比較值 例如小朋友覺得時間過得很慢 主要是因為他年齡的基數太小 所以他過一年相當於是他這一生裡的幾分之一 而我們越來越大 就會有一種錯覺 覺得時間越來越快 因為他只是佔我們生命裡的幾十分之一 所以並不是因為地球揚升到第五圍道 所以時間快了 證明是你老了 錢有多少 是不是財務自由 其實都是一種比較的結果 一旦你跟外部比較 那就不叫自由 經濟學家曾經做過一個調查 這個調查都幾反常識 八萬年生的人 如果這個年生能夠給他的同事多三千元 他們甚至乎會給十萬年生 但給同事少五千元 更加覺得幸福 你一旦跌入比較這個枷鎖裡面 你就不會再有自由可疑 第二十二個枷鎖 為什麼有些人很喜歡拿些成結 又或者是拿些手扣來束縛自己呢 究竟是生理上的因素 還是心理上的因素呢 其實主要是人的心理問題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 不安全的自我會創造束縛 也就是說多一個人的自我沒有安全感 彷徨和迷失 潛意識會想用繩 又或者是其他東西來營造出一種束縛的感覺 讓他能夠創造一個空間 去感受和認同自己 肯定自己的這種感受 所以內心的不安全感也是一種枷鎖 第二十三個枷鎖 我們的原罪 如果你所相信的信仰 說你是一個罪人 無論是基督教也好 佛教也好 什麼教也好 一旦你相信了這種價值觀 他就會變成一種枷鎖 他亦都會成為我們的 愧佛感的來源 罪惡感的來源 以及不安全感的來源 第十四個枷鎖 就是枷鎖這個字本身 你越想擺脫枷鎖 枷鎖就會越枯越緊 當你的智力越強 你的精神就會成為你的枷鎖 如果你的情傷越高 你的智商就會成為你的枷鎖 我們最慣常做的方式 就是借用一個枷鎖 去打開另一個枷鎖 很多人說 我由信佛轉去信耶穌 有些人說 我由信耶穌轉去信佛 我由信阿伯拉罕轉去信New Age 我由信New Age轉去信無神論 但其實我想提你一件簡單的事 你可不可以信你自己呢? 無法爭脫的枷鎖 就像狗頭蛇那些頭一樣 你斬了它,它又會生出來 所以最重要的東西 並不是枷鎖本身 而是帶上枷鎖和消除枷鎖這件事 在本質上來說 枷鎖本身是沒有屬性的 它與環境和狀態的險惡程度 亦可能沒有甚麼關係 枷鎖其實有可能是一把雙面人 當你用得其鎖的時候 它就是你身懷的利器 而當你用得它不好的時候 它就會是狗頭蛇 那麼我們究竟又要怎樣才能夠 擺脫這些枷鎖的束縛 利用它好的一面呢? 作成提供了23個對策 對策一,承應,枷鎖 是上帝最好的設計 也就是近年來我們很喜歡說的一句話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毛毛曾經說過 只要你在接受這種不幸的時候 稍微有一些違抗之意 它就能夠為你帶來恥辱 如果你能夠把它當成是上帝的恩寵表示 當成是因為見到你雙肩強壯,足以承受 才像一個配上你的十字架給你 它就不再是你的痛苦的根由 而會成為你幸福的完全 第二個對策就是在沒有辦法爭脫的枷鎖之下 尋找快樂 例如說你沒有一份工是不行的 那你就好好享受這份工的樂趣 又例如你沒有辦法不搭巴士上班 沒有辦法不搭長途的飛機去探親 那就找些東西做一下 在這些那麼悶的過程中 找些書看下,找條片看下 當我們學識神復於這些沒有辦法爭脫的枷鎖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難以複製出來的靈性和效率 第三個對策是負寵有益的 有一個定律叫做玉爾夫定律 有一個新的機會 學習語言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外國被囚禁一段時間 你慢慢就會學會當地的語言 不是叫你去坐牢 而是說你被困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不懂得說那裡的說話 你可能連買東西都成問題 你寸步難行 你忍受這種壓力 然後你就會快速進步 第四個對策是建立更強的韌性 我們要令自己無論是精神上還是身體上 都要更加反脫人 第五個對策 假設自己一無所有放棄控制 巴菲特其中一個恩師叫做格雷厄姆 他養成了假設最壞可能性的習慣 他說去審視一間公司的時候 他只會考慮這個公司倒閉的時候的價值 而不是他還存在的時候的價值 盧梭也曾經說過人生而自由 但是無處不在家所之中 自以為自己是一切人的主人的人 反而會比一切的人更加是奴隸 羅曼羅蘭也說過一無所有的人是有福的 因為他們將會獲得一切 我們也可以用類似的思路去應對墨菲定律 例如下次當你不見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不妨期待他會在最後一個找過他的地方找到他 不要心存僥倖 認為你會第一時間找到他並且發現他 以及當你排隊、埋單、找數的時候 我們嘗試轉到另一條比較短的隊伍裡排隊 想換多少次就換多少次 但最後你一定會去到最慢的隊伍裡 大致上的意思是跟Charlie Monger那句話 你不要做傻事就不會犯錯 如果你不想早點死就不要去吃煙 你不想出交通意外就不要喝酒開車 千萬不要為了得到一些東西而去做一些傻事 我們避免痛苦的策略一定要優先於 我們想得到某一個東西的策略 第七個對策就是減少保持快樂的條件 我們要將我們的需求、要求降到最低的限度 避免各種不幸和極端最可靠的途徑 如果有一頓飯吃對我來說已經是幸福的 你就不要將住大屋才幸福的 駕駛車有遊艇才幸福的 你將你的幸福擴大到這麼廣闊 你就越容易陷入危險之中 我們不能夠將人生的幸福 建築在過於寬泛的基礎上 也不能夠要求擁有很多條件才等同於快樂 第九個對策就是專注用一條鎖匙 專注就是盡可能地在你所在的領域裡面做到深無旁無 而一把鎖匙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盡可能一輩子都用同一把鎖匙去打開同一種鎖 鎖只不過是一個比喻 它可以是所有的東西 你不要期待你會有一把萬能的鎖匙 它可以全開世界上所有的鎖匙 同一樣的問題 我們就用同一樣的方式去解決 第九個對策 人生就好像一場火災一樣 你只能夠選擇一些東西去搶救 但其實意思就是 好像羅浮宮如果發生火災 究竟你要救裡面哪一幅畫呢? 這麼多畫在這裡 答案就是 你應該選擇最近窗的那幅畫 同樣道理 在我們人生中有九百幾十萬樣東西要做 你不可能每樣東西都做得那麼好 我們剛才都說了24個枷鎖 你亦不可能每個枷鎖都作爛它 選擇一些最重要的 瞄準它,不斷作碎它 你就能夠成就最偉大的月辱了 第十個對策簡單化 將所有的東西都化繁為簡 第十一個對策 棄子爭先 作者引用了為企十訣 1. 不得貪勝 2. 入界而援 3. 公彼顧我 4. 棄子爭先 5. 寫小就大 6. 逢危衰氣 7. 慎蜜輕促 8. 動衰相應 9. 彼強自保 10. 誓孤取和 其中四、五、六都是和棄子有關 我們在圍棋中最需要學習的 並不是怎樣去贏 而是要學會棄子 而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最難決定的都是不做什麼 我們要放棄那些不好的想法 一般的想法和次優的想法 專注於最好的想法 第十二個對策 學會收束 也就是所謂的見好就收 第十三個對策 快 第十四個對策 負寵思考 我們有時可以適度地 為自己帶上一些枷鎖 讓自己負寵而行 慢慢練習出堅毅的心志 帶著枷鎖起舞 第十五個對策 第十八就是留在邊界之內 拿破崙、安然公司 都是慘敗於無法抑制的野心 格雷亞姆說 男人的麻煩大多數都是因為 不喜歡留在房間裡 第十六個對策 完成比完美更加重要 第十七個對策 遠離美妙的邏輯 我們要理解規律和推理的脆弱性 要克服追求解題的衝動 用no去應付先入為主 第十八個對策 遠離潔癖 不要怕和隻豬抖教 第十九個對策 從內部看世界 跳出個人經驗 不要過於看重自己的個人經驗 不要因為自己擁有某一件事 就賦予它更高的價值 第十個對策 內部計分卡 加機能健全者 你究竟想像一個全世界都當你偉大 但實際上就是全世界最差的投資者 還是還是想成為一個 被全世界視為無能 而實際上是最優秀的投資者 前者是使用外部的寄分卡 後者是使用內部的寄分卡 那什麼叫做機能健全者呢? 它會有五個特徵 第一,對經驗的開放性 第二,協調的自我 三,以實現自己作為評估和考慮 四,無條件的自我關注 相信個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不受他人的意願、支配和束縛 五,與他人和睦相處 同情他人、讚賞他人 為他人所喜愛 第二十一條對策 做擁抱風險的水手 第二十二條對策 勇往直前 第二十三條對策 枷鎖即花繁 我們無法爭脫枷 亦都不需要習慣枷 每個人的一生 注定要帶著枷鎖起舞 人生的枷鎖就像花繁一樣 會慢慢展開 慢慢凋謝 然後一片一片散落 當我們回望過去的時候 那些枷鎖 其實就像花繁一樣美麗 雖然它曾經意味著 局促、失落、憤怒、罪惡 甚至乎是懲罰 但當我們看著滿地的王業的時候 我們就很難再分得清 究竟哪些是枷鎖 哪些是花繁 作者在這一章裡面 最後的總結就是 好運其實是承受生命之重的起舞 好運並沒有所謂完美的時刻 只要你在想 會有更幸福的事發生 我們就永遠都不會幸福 我們究竟如何才能承受到一種生命之重 帶著它、帶著枷鎖來起舞 作者提供了六個建議 第一是輕與重 過輕的生活可能會令到它失去生命的深度和意義 那它就可能會成為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所以我們有時沒有必要去逃避這種生命的重量 不要赤求它過一種無責任、無束縛的輕生活 第二個建議就是有限和無限 生命是有限的 但嘗試的次數可以是無限的 試多幾次就會成功 三、偶然和必然 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達一種信息 但凡是必然發生的事 但凡是期盼得到每日重複的事 它們都是超無聲色的 四、草圖和最終作品 生活是不會有重複的 每一個決定和行動都是一次性 無法作比較和評估 因為我們的生命只有一次機會 我們無法與其他人生作為比較 亦無法去預測不同的選擇會帶來怎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只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盡可能作出自認為最好的決定 然後去接受它的後果就可以了 不要想那麼多事情 第五個建議就是好運和不仁 道德經曾經說過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初九 意思即是 天地生養萬物,無所偏思 如果一切都被安排妥當 凡事都按照劇本上演 那生命的自由又在哪裡呢? 自我的意識又有什麼意義呢? 第六、幸福和道德 幸福應該來自道德 做那些能夠令到你配得上幸福的事情 去做那些符合理性的正道行為 當我們臣服於人生的枷鎖 樂於戴著枷鎖而起舞 我們就能夠在這個過程中收獲好運 這本書裡面還有其他的章誌 都挺精彩的 我有機會再和大家繼續講這本書裡面的其他的章誌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馬上進入到上集評論的時間 Olivia就說 老師多謝你 好喜歡你講書的方法 我經常去借書 然後到時間又去還 已經好懶看書了 有你真好 你讀得好詳細又生鬼 我現在都好有效率感去聽書 多謝你棄書重聽 阿輝說我要多謝自己 不像那些螞蟻一樣聽你 學著做蜜蜂 記得要請我喝蜜糖水 第一下 Jack就說 我覺得自學是一種超能力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 我並不是聰明的人 游泳、踩單車、踢球 都是透過自己觀察 從失敗之中嘗試而自學而成 個中的秘訣就是 很想學會這種技能的慾望 所以就會堅持到底 最終學會 並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說得太好了 給10個like Respect,Respect Wolum Trader就說 這集真心學到東西 Tony就說 自學真的很重要 今天第六名 Rachel就說 好啦 今天終於到我第一名 恭喜恭喜 Michael就說 第一次留言 第四名 我自己喜歡學習 經常都會在外面上課 我想我自己應該是欠缺架構力 導致到學完之後 如果沒用 就很快會不記得 看來真的要看了這本書 再去實踐 敬送陳老師會否釋全本書 毫無保留 再加富有特色的演繹 多謝 多謝Michael 輝記說 今年真的有 每日一下setup 加到去 現在每日一百下 哇 你很厲害 大隻仔Oliver就說 個人建議 setup不是越多越好 很容易會受傷 分記回應 多謝你 其實我也是做clearup 應該會安全一點 阿G就說 上次有朋友說 晚上睡不到 我之前都是靠陳老師的音頻 才睡得到 我又有新方法 可以試試買一些四匯的陳皮煲水喝 三分之一 喝足一日 我最近都是一覺睡天光 本人親測有用 多謝阿G Jody 你聽不聽到 最近我整家都換了枕頭 就是人體工學枕頭 防止打鼻寒 那些 在頸部的部分 特別高一點 讓你的頸椎有一個承托 然後你的頭殼頂 會向下 低一點 那你馬上 呼吸就會通暢很多 我爸爸和我媽媽 每刻都是打鼻寒 打到交響樂 我之前肥的時候 亦都經常會打鼻寒 但換了枕頭之後 睡覺就好了很多 我覺得你不妨都可以試試 換一換枕頭 讓自己睡覺的時候 那種呼吸可以順暢一點 整個過程就會 smooth很多 多謝阿G Jody 你平時這麼有心 去幫其他朋友洗 現在就其他朋友洗 回報給你了 Lasom就說 感恩 我經常都是不按時 聽你的媒體資源 相信你會越來越受到 同頻共振的人的歡迎 不同的那些人不重要 多謝你鼓勵 多謝Grace的Superfanks Grace說 我記得我們在醫療領域裡 也是這樣做的 看一做一教一 還是看我有沒有機會 叫你幫我弄牙 多謝DFF的支持 VRKBA就說 才好師你的歌詞很搞笑 改歌詞好玩 但改得壓穩難一點 我都檢討自己 有些歌詞其實都很差 填德 音是不對的 好像那些 校歌 逐能救 那些聖詩歌 如果能夠改到它 對音 那就真是正 天天BB就說 失智烈赤 正 Grace說 我喜歡你的分析 亦都喜歡你的歌 和你的聲音 是啊 真的很好啊 感謝你 Aso Gala就說 首詩 都有神偷力 多謝你 Johnny就說 好 我會嘗試用多角度去思考 多謝你分享 好啊Johnny 你明天一定會成為一個很出色的人 真心的 多謝Charlotte的Superfans Charlotte說 你不再在Spotify上上上載嗎 不是啊 不知為何 最近我login不到 我都未知發生甚麼事 讓我有空看看搞甚麼 Charlotte說 順便一提 我是來自德國的超級粉絲 你帶我度過了產後焦慮和抑鬱 非常之感謝你的無私的分享 繼續努力 聽到這些說話 我是最開心的 不是因為你多謝我 而是我可以幫到手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Dialia就說 啊 啊 什麼啊 HondaHonda就說 國產的出品 算不算是神偷 看看是甚麼 如果你說純粹是山寨的 又或者是整體來說 換了一個包裝去推出的東西 那些就叫做抄襲 如果你是令到那件事 是更加好的給它原先 加了一些新的理念進去 我覺得那些就是神偷 很難一概而論的 但創造力的基礎 是建基於思想上的自由 學術上的自由 而這一點很多時候是不具備的 那少不免就會束縛著某些公司或企業的發展 國產的產品 其實都有很多優秀的產品 這些其實我們都是要認可的 但有某些商業行為 可能未必是我們要認可的東西 OK Stella就說 第五 恭喜 徽記第三 恭喜 其他的評論我都很想讀 尤其好像了凡四分 還有其他的有聲書 但是因為實在太多了就讀不完 我們只是讀書評的comment 不過我也是有看的 就算沒有福到大家 我也是收到的 多謝每一位朋友仔的支持 OK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如果你覺得本週的資訊幫到你的話 記得subscribe這個channel like和share這條片 按下鐘仔去加入會員頻道 或者使用超級感謝 贊助我的製作 我是陳老司華 我們明天會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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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